十排輪舞龍表演新竹縣 俄媒復興國小的孩子們 以純熟的技巧展現練習的成果 復興國小的鐘寅函同學 日前在總統盃拿下了 200公尺計時賽金牌 台灣光照基金會董事長吳國晶等人 也特地前往學校鼓勵學生還有團隊 人才的培養的話要從小開始 那如果以光照現在 處在新竹苗栗這兩個地方來講 我們對於偏鄉尤其對於偏鄉的 小孩子的這種機遇的話 相對是需要有他個人自身的這個能力 鐘寅函不只在直排輪表現出色 同時也喜歡籃球排球表現也都十分出色 他溜得很快就是很刺激這樣 然後溜前那個風也很舒服很涼 教練有沒有寫什麼樣的策略去協助你 在這個比賽脫穎而出 就是跟著裁判的節奏 槍一鳴的時候就開始衝 復興國小的學生從一年級開始學習直排輪 包含了競速 貨裝 曲棍球 直排輪武龍隊等等 不僅參加比賽 武龍隊還受邀科技大廠擔任晚宴開幕表演 以及節慶表演備受肯定 特別感謝光照基金會 投入到我們偏鄉小學 復興國小 讓我們在發展直排輪 課程教學的部分 以及獨木舟這個部分 也贊助這些經費 讓孩子們在學習的時候 無後顧之憂 因為我們都了解 要學習一個才藝 或者是一項技能 必須要有環境 必須要有師資還有經費 這些都要到位 之後老師辛苦的指導 教練很努力的一個教導之外 小朋友還要努力的學習 復興國小沒有專用的瓦輪溜冰場 學生們利用籃球場練習 也因為地利之變臨近而眉湖 近年來也發展出了獨木舟的課程 學生從二年級開始就學習獨木舟 發展出復興國小獨有的特色 記者萬事聯新竹採訪報導